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随着季节进入秋冬 国内的流感疫情继续烧 新冠疫情也出现了反弹的迹象 国民党团就召开记者会 提醒卫福部应有面对秋冬疫情 再起的防范措施 盘点现有国内医疗量能 防范疫情再度爆发 随着季节进入秋冬 是流感盛行之际 各县市各里区都在忙着打流感疫苗 地委赖世宝提到 令人担忧的新冠也有再起趋势 请问卫福部有没有超前的隐隐措施 还有为何施打流感疫苗的民众 都拒拿快塞事剂 政府有责任告诉高风险长者 秋冬可能有新冠卷土重来 必须要预先防范 打完疫苗之后 他就发两盒快塞剂 发两盒快塞剂 为什么 库存没有人要 我就在立法院 执行的王毕胜 他对外说 那时候一年多以前 一年以前 他说快塞剂剂 一亿三千万剂 有效期间一两年 现在已经看了 你就发现到 我在现场就看了 多少的长者 因为现在是长者打工费 疫苗流感疫苗 多少长者打完就走了 他说不来不来不来 这不来 不拿快塞剂 我们真的 连一把汗 很担心 现在COVID 好像又起来了 我们刚才 因为总委員有提到的 美国现在开始很多地方 一开始要挂口罩 台湾现在当然都一直戒风 一直戒风 可是我不知道 卫福部 他对于COVID在一起 他的因应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 我刚才说过的 最明显的 为什么打完流感疫苗 这么多民众不领快塞剂 这么多的快塞剂要发给民众 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 提醒卫福部要把重点 放在疫情防范工作上 盘点现有国内医疗量能 从源头发现疫情并阻断 还有改善医护人员待遇 降低护病比 我们的医护人员的楼梯 出担会不会太重 以美国你可以看哦 手数是负病比一比一 然后一时到精神科一比六 是美国的标准 我们不是什么就跟美国一样吗 我们的医师工会的诉求 他希望医学中心的白班 一比五小月班八比十大月班 一比十一区域医学中心 一比七一比十一点 一比十二点八 真的 那么医护人员其实基层的 护理人员非常的辛苦 他们要的很多 第一个 待遇要提高 护理人员现在你可以看一下 练护士 混护校毕业的 有多少比例 去充施护理工作 我所了解的大概五六成 其他都不是 我们护理人员强力的不足 结果 他的工作负担有这么的重 中重症预估每日两百人 累计每周将高达一千四百人 你这都会影响我们的医疗量 会暂床 他的治疗 这个 虽然现在已经 大家要打了疫苗 好像就不是 重症比例不是那么高了 但是 如果高峰期来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定的比例会有中重症 就会去占了我们的医疗量 所以到时候流感又吸起来 那其他的慢性病重症 都会受到这个量能 这个萎缩 被占用的影响 这个是疾管署给我们的资料 好 运辜 他的高峰期 会在一月份 现在进入十一月 然后开始进入高峰期 目前的状态在这里 然后就慢慢进入高峰期 最高的时候会到一月份 所以要预做准备 虽然现在正在选举 但是你 我也不顾 你没有你算计了 你要来做这些准备 你准备好了吗 已经过期的这些快筛 那有没有新的快筛 新的EUA的快筛 这些都是 为不付 你要预做准备 进入高峰期之后 那你染疫的这些 COVID染疫的人 他的重症比还是比有感高 所以一定要把它分辨出来 而不是随便的就是 就当作感冒在治疗 但是他的重症比是不一样的 你拿回 吃了药回家 结果产生重重症 再去 占用医疗量 所以你要一开始 就能够把它分辨出来 在这边我也提供了资料 在美国最近他们也是因为 疫情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也已经有一些新的作为 等一下我们其他委员会补充 我最后要讲 在美国已经有研发出新的快筛 叫做二合一快筛 它变了之后 就可以把流感跟COVID 马上就分辨出来 二合一快筛 所以源头就把它分流了 你是流感 就流感的治疗疗程 那COVID有治疗疗程 二合一快筛 这个美国已经有 EUA了 当然也是EUA的 所以 卫福部不要再睡了 不要跟着选举的脚步 应该要在疫情 高峰前赶快做好 预先做的准备 国民党团副书记长吴怡丁也表示 卫福部是不是该奖励 补助医疗运所 开始进行先期筛检 先期投药 即补助轻症通报 照顾追踪 减轻中重症医疗需求 避免排挤现有的医疗资源 记者问句台北报告 因应全球新科技的让潮 台北库克云系统结合AI技术 推出了全新整合型的 AI智慧教学辅助系统酷AI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提升英语口语的能力 还能协助老师出题 帮忙批改作文 让教语学更有效率 台北市长蒋万安安 教育局长汤志明 与日新国小小朋友排排座 用AI小帮手进行问答 讲万安的妙问 引来师生们哄堂大笑 老师 我的问题是 每天学校功课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 如果AI小帮手回答 学生们 我明白你们压力很大 每天有许多功课需要完成 但你们要知道 功课是帮助你们 拱付课堂所学的重要方式 不过 我们也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适量的休息和娱乐时间也是必不可少 蒋万安表示 AI导入教育是六读首创 教育局今年运用AI技术 让库克云有突破性的进步 台北市将持续培养学生正确的资讯观念与素养 利用科技推动教育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骄傲 感动的时刻 因为我们台北市正式让AI导入了教育 我们库AI系统正式上线 我想大家看到刚刚陈孝友的介绍 我觉得非常令人惊艳 陈孝友刚刚说 今年是AI教育元年 我想AI人工智慧 大家透过媒体 透过新闻的报道 都看到了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人工智慧 在各个领域 都积极地在做各项的运用 我们希望让AI人工智慧 能够导入到教育 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上 更有效率 更快乐地学习 而且更聪明地学习 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动 我们库AI系统 能够带给学生老师 更好的学习以及教学品质 刚刚看到 我们对学生来讲 不只是可以有英语口语辨识 还有评量的功能 另外还有 学生如果碰到任何问题 只要透过这样子 像对话一样的方式 他都可以即刻地 一步一步教导 他不是马上给你答案 我刚刚看到 他题目是说 900要加减多少 会是23的倍数 他没有马上给你答案 他就说 那你要先了解 23的倍数有哪些 循序渐进的教学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就是 AI人工智慧它强大的地方 对于老师在教学上面 批改英文作文是 很困难的 这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 AI辅助批改 来协助老师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准地协助孩子 在中文作文上面的学习 总统这些 我相信对于台北市来讲 未来孩子们学习 以及甚至从小学 国中高中 甚至未来大学入社会 都会提高大家的竞争力 前一阵子我看到 NVIDIA 黄仁勋创办人 他再次来到台湾 他在鸿海科技日上 正式宣布 跟鸿海有合作 他们要打造一座 AI工厂 而且应用在 未来包括智慧电动车 以及他认为 未来可以应用在智慧城市场 使用AI人工智慧建构 有效预测模型 每堂课可收集最多105个 学生有效的学习因子 并使用八种演算法 建立学习演算模型 顾AI系统提供三加二项AI功能 包含三项帮助学生学习的 AI学习小帮手 AI口说练习 AI学习加油站 以及两项有关教师教学的 AI辅助初题 以及AI辅助作文批阅等功能 引导学生运用解决学习问题 同时让教师教学更加快捷有效 不管是在学校学习 甚至是在家里自学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一个学习平台 因为他们可以随着自己 不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步骤 然后配合自己的程度 然后去搭配AI 他们所提供的一些题目 慢慢地有简入繁 可以慢慢地去达到 每一个学习目标 我相信他们的学习 就会比较扎实一点 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步题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很熟悉小朋友 他们一个学习的具体目标 然后根据那个具体目标来做选题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地去 去了解学生目前的一个学习状态 然后再提供一个适当的一个教学补助 如果有些不懂的地方 可以用AI 它会告诉你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悲哀问一些不同的问题 它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或者是它也不会直接给你答案 它会带你去用你自己学过的东西 去深入了解这一题 因为我相信现在小朋友 3C的操作能力都还蛮强的 所以呢 他们在输的时候 就鲜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同时呢 老师就可以不用那么大背春色 一直在台上这样子讲解 透过这个他们跟IC 这个3C媒体的互动 其实他们会学得更有乐趣 请看 酷AI系统正式上线 全市师生都可以使用 为了让学校师生更熟悉这套系统功能 教育局找来17所示范总子学校 透过示范学校的教学使用经验 带动全市师生都能将酷AI 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力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联手教育局及董事基金会 规划烟害防治新法上路 台北市校园宣导总动员 破解新兴烟品对青少年的误导与诱惑 同时也宣导新法 分享聚烟三步骤 呼吁青少年拒绝烟品的危害 问说纸烟电子烟加热烟都有一手烟 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 然后是是非提示或否 然后这个答案很明显就是是 但是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一手烟二手烟我知道 那三手烟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们下面就会有说明的部分 然后就是其实三手烟就是附着于衣服或是环境内的烟害 艺人李罗女儿子烟担任聚烟义工 宣传聚烟新知台北学堂及扫码答题抽奖活动 号召青少年一起来聚烟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也会听到身边有一些朋友说 好像电子烟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危害 或是水烟如何如何 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并不是 像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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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讲得很清楚 对无论哪一种烟都是不可以去进行使用的部分 112年3月22日正式上路的烟害防治新法 对于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兴烟品政策是全新的规范 卫生局希望透过校园宣导 破解新兴烟品对青少年的误导及诱惑 同时宣导新法预防同学们误触法律 第一个就是禁止了所谓的电子烟 那对于加热烟当然讨论不要求 但是也管制了加热烟 没有经过健康影响皮肤的加热烟中央核可是不能够上市的 那对于加味烟 有的人可能会在加热烟里加什么味道这些都是禁止的 然后对于西烟的年龄 从过去的18岁提高到20岁 而且对于这个禁烟的环境大概说进一步的扩大 那特别特别我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烟壳的警示图文 这个大家如果去看过那个烟壳就知道 上面的图文警示过去是有规定35% 那现在呢 虽然没有达到过去大家不断的希望85% 不过至少已经达到了50% 然后最后还是针对烟伤违规的部分 还是会进行重防 这是过去在烟漢防治法 我们有新法的办部之后的一个新的一个执法的重点 那当然 台北温市卫生局这一次跟董事基金会联手 在这个烟漢防治新法公告之后 我们就想要更积极的去推动所谓的校园宣导 那因为很多很多很多的西烟成瘾的市民朋友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在校园的阶段 可能就是受不了相关的诱惑跟诱导 所以在尝试的时候呢 所以让他们在未来路上都会受到这个西烟的困扰 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个校园再一次加强的宣导 避免我们的严禁市民朋友们在早期就受到烟的诱惑 那后面还要产生很多的健康的一些后果 因为我们的新法其实对新型烟品是全新的规范 那禁止了电子烟 然后目前所有的加烟烟都没有通过审核 所以都还没有上就是还没有办法是合法的贩卖 然后法律呢对于这一些的违规都是比传统的紫烟是加倍的处分 不管是制造输入放卖广告都是加倍的处分 那很多的老师他问的是发现他自己的学生 他不一定有抽电子烟加热烟 但是他基于好玩或者基于就是外校的学长姐 或者是同学的关心 他去转发了别人卖电子烟或加热烟的网路上的一个讯息 那对于这些在新法里头 电子烟跟没有经过审核的加热烟 都是把20万转发这些广告 事实上是把20万到100万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紫烟是10万到50万 都是非常的就是非常高的一个罚款 那这些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 不要因为不了解法律而处罚 民众可能会误以为电子烟伤害比较小 医师表示无论电子烟或是加热烟 并没有减少临床疾病的证据 且同样也会有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 其实烟草公司或烟伤 它最重要而且唯一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的未来的台湾的小朋友们 让新兴烟让尼古丁成瘾 让新兴烟品成瘾 那紧接着呢 那电子烟呢 在2018年乃至于 在2021年陆陆续续 在欧盟以及澳洲的科学研究 都发现说电子烟 其实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好 最一开始它是 宣称甚至号称可以协助 戒掉传统质烟 但是实际上呢 迄今至少有164种的 有毒化学物质被减出 所以它的坏处不亚于传统质烟 那电子烟对年轻人还有五大危害 第一个呢 它会让尼古丁的成瘾 更快更迅速更严重 第二个呢 它会影响我们脑部的发育 因为我们脑部的发育 真正要完全的成熟 那至少要65岁 甚至有一说高 要到30岁 我们的人脑的心智才会发育成熟 但是电子烟呢 会影响我们脑部 让我们脑部发展磁患 第三个呢 当然是对肺部的伤害 电子烟会造成肺部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四个呢 抽了电子烟之后 它是有一个类似入门 我们看的作用 那未来呢 成为传统实验的吸烟者的机会 会高达3到8倍 所以它不仅没办法协助健验 甚至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变成吸烟者 第五个呢 就是说 未来呢 它也是有一个门槛效应 未来吸食大麻 甚至进阶的毒品 这些毒品的这个机会 都会上升 吸食大麻的机会 会高达3.5倍 烟害防治新法校园宣导 透过与师生面对面宣导 及有奖问答 并提供北市国小至高中职 9600个班级班班布告栏 张贴海报 号召青少年一起响应 我聚焉我骄傲 我聚焉 我骄傲 所有烟品 我骄傲 我骄傲 大同区公所开设新著名听故事 学台语的课程 从民间的俗艳故事 帮助新著名族群 轻松有趣地学习闽南语 大同区公所开设新著名听故事 学台语课程 邀请到专业且广受好评的李素香老师 透过讲授天气 人际关系及菜市场等主题 带入闽南语的对话练习 并且设计闽南语说故事课程 从通俗有趣的小故事 加深学员对学习闽南语的兴趣 认识在地生活的典故 除了学习台语知识 大同区公所还与万华税捐处合作 在课程中介绍租税小知识 推广云端发票APP 以及有奖征达 让学员学到许多生活实用知识 并将小礼物带回家 可说是收获满满 大同区公所希望透过闽南语言习课程 让学员亲自动口说 除了降低语言隔阂 提升人际关系 更能帮助学员快速融入台湾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计划 计划 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历经四分之一世纪 内政部推动组织改造终于完成 包括了国土管理署及国家公园署正式挂牌营运 期待国家公园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请接牌 恭喜国家公园署成立 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政委员张景森 内政部长刘昌与多位立法委员等人共同接牌下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与国家公园署分别接牌成立 这一项内政部推动多年的组织改造 将原先的营建署改制 国土规划及都市发展等业务移入国土管理署 国家公园管理业务则移入国家公园署 国土署首任署长由原营建署长吴新修接任 牛昌表示国土管理署面临全球极端气候变迁等四大挑战 除了秉持专业精进深化国土永续外 更不要忘记做好社会沟通 牛昌也期许同仁未来能更大胆更积极也更快速 利用工程的手跟脑以及社会的心推动业务 国土管理署最主要是重为一建署 来升级跟转型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那当然同样他必须要回应整个国家社会变迁 还有包括我们高龄化 以及整个人民对于居住 以及都市生活环境品质 城乡的均衡发展等等更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责任跟任务也会比过去更为一个兼具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平衡 这也是未来国土管理署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任务工作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作为整个主管的一个机关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升格成立的国家公园署首任署长 由内政部参事陈茂春出任 亲自出席接牌仪式的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燦表示 国家公园署管理9个国家公园 及1个自然公园 面积占国家的8.6% 希望国家公园署 将台湾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产 做很好的运用 让国家公园系统成为台湾 我们希望把这个重要的 这个台湾的自然跟人文的资产 能够很好的利用 就像林六昌部长讲的 未来这个国家公园系统 绝对是我们可以 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来认识台湾 林六昌也期许国家公园署 未来能达成多项任务 包括与国际交流 及攜手各机关与地方政府 为生态保育富裕增强力量与资源 在国家公园署呢 除了国家公园法 以及这个海岸法 还有势力法的一个主管之外呢 更重要要成为整个社会 对于推动保育 还有相关环境 以及教育等等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平台 另外因应的这个国际上的 一个趋势的要求 包括晋零碳排 SDGS的等等 的一个价值理念 还有国际的一个 这个计划的一个要求 我想未来国家公园署 也会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也会创造并且提供 相关的一个机会 那跟我们的企业 还有包括民间的一个社团 更重要的跟地方政府 还有社区 部落 还有更多广大的这些志工伙伴 一起来为台湾的环境 以及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个发展 那来有更多的一个力量 曾担任过阳明山雪霸 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的 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表示 将与他国的国家公园地盟交流 促使从业人员固定的交换学习 让台湾国家公园之美 能成为吸引更多国际人士 到访台湾的敲门砖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 2023成功新秀舞台 10月19到11月5后 将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今年邀集了12团优秀的剧团 14位新秀横跨了歌子 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 拼场拼戏 12团优秀剧团 14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 拼场拼戏 2023成功新秀舞台 由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 刘美芳教授担任策展人 广邀各类杰出剧团与征选团队 攜手演出 呈现不同剧种剧目的多样风貌 展现传统戏曲 缤纷多彩的魅力 我们成功新秀舞台 就是为青年演员 创造一个同台竞技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给的就是观众们 能够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可能同场的演出里面 行当会不一样 剧种会不一样 表演文舞会不一样 那过去的历来 其实都是策展人主动去邀眼新秀 但是有很多团队就觉得 蛮遗憾的没有机会参与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第一次尝试 用邀眼跟增见双轨来进行 那果然就调出了从来没有来过的团队 而且跟新秀们 他们表现的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这个概念既然还不错 我们就继续执行 因为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 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 而不说可能我蛮是唐团的死中铁粉 但是我进来也许看到了金剧 也许看到了艺剧 看到了客家戏 我发现其他剧种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 那同样的我们金剧的观众 看到我们唐团演出的这么精彩 下次看到唐团卖票我也就进来了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观众的影响力 办理这个成功新秀舞台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传艺中心有一连串的 培育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 譬如说我们从习艺声 青年露团的辅导 还有外台系功底的承办 等等到最后这个成功新秀的舞台 其实都是希望培育年轻的新学人一起进来 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有更多的接班人的机会 那今年又比较特别 我们原来青年这个露团这个辅导的团员 本来是在训练的阶段 那也纳入在今年的表演的新秀里面 希望他们更能够借这个机会 以演带训能够发挥 迈入第七届的成功新秀舞台 累积多年演出能量 共有近百位新秀演员站上舞台 今年更首度将传艺中心青年团员入团辅导计划 成员纳入新秀 整合各项人才培育计划 藉由资深艺师传承戏曲功底 淬炼戏曲接班人 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新生命 比如说像祝团的青年团员 还有洗衣生的培训 那当然到年底的时候 还有成功新秀的表演的舞台 其实因为有这一连串的培育计划 让我们每个剧团不同剧种 可是每个剧团大家都可以很用心的 在各自的剧团来培育我们的新生代 那所以呢 在近年来我们就发现各个剧种 我们看到很开心的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而且也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更多的心血 来投入各个不同的剧种参与演出 我们发现观众的年龄层有降低 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不止我们在培育新秀 青年人的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培养观众也很重要 因为有好的观众我们培育这些新人 这些新秀 他们才会有日后有观众群走进剧场来支持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剧团本身现在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培育新演员 优秀的演员 而且也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看戏的观众 其实歌仔戏比较 就是歌仔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的行当比较模糊 没有分得这么的细致 对 所以老师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 像我前阵子就才刚饰演一个老蛋 就是算超零演出 然后偶尔呢在剧团的大戏也会饰演一些花蛋 就可爱的角色 然后像这一次呢 就是饰演的是一个很凶猛的女武将 对 钟吴燕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磨练的就是状况底下呢 我相信将来就在跨领域 或是遇到各个不同角色困难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出来解决这样 那因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对于一些他们之前在学校 可能念了十几年的功 对我来讲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那练习的过程中 虽然有时候会遭受很大挫折 掉泪 其实他都没有讲 其实都偷偷的哭 但是老师就会一直鼓励我们说 当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 你要享受舞台 而不是一直去在意你会 在台上会失误 不要去想说你练了那么久 为什么在台上可能会失误 他叫我不要去想这些 就是要我 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 你有花时间花心力去练习 那到了台上就是尽情展现 然后享受舞台 期待这次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不同观众群 走进剧场 当然也希望是客载戏 客家戏 金剧 玉剧 各个不同的剧种的观众 可以因为一张票 有多种的欣赏的不同剧种 他可以因为这次来看戏 他愿意在跨剧种的欣赏 他愿意走进剧场来做一位好观众 2023成功新秀舞台 从10月19日起至11月5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 今年更加入文化币专属优惠 凡是使用文化币购票 就能享有八折优惠 希望能突破同温层 将传统艺术之美 介绍给更多不同样貌的观众族群 号召年轻观众一起进场 青年挺青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家服务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空间狭小而且不通风 台北家服务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蓉小姐 民权福伦社陈慧珍社长及企业界 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爱心福袋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珍珍家中凌乱不是因为没整理 而是空间狭小摆放不易 加上租物状况很少购买 固定式收纳柜 就会变成成堆衣服 小玩具常常无处安放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都要重复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可能就是很凌乱很杂乱 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 然后小孩就会说 妈妈我们的衣服找不到啊 哪里都放不下这样 对就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是会有点难过 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足够 比较好的环境给小孩子 摘衣服和收玩具 摘衣服跟收玩具都很喜欢 是不是 那你会带两个妹妹一起吗 会 会跟她们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统的那种收纳箱 然后这样一箱一箱的玩具 也可以分门别 然后让她们想玩的时候就找得到 然后不想玩的话 可以收起来很整齐的放在旁边 那衣服也可以一个一人一个 然后这样看起来可以帮她们 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后也不会这样很凌乱 一直倒一直倒也找不到 台北家福中心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且都空间狭小不通风 因此家福看见这些家庭有收纳的需求 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 民权福伦社及企业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性福袋 包含折叠收纳箱及生活物资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真的经过时间巧思设计 还有对的收纳工具之后 原本贪的乱的很容易滑落的 通通可以有系统的摆放 那我觉得家呢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避风港嘛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板飙骂 或者是今天过得不太顺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松享受 而且你视觉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卫生之外 我觉得整体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幼童的家长们 如果藉由收纳孩子们也可以培养 独立自主 而且对自己的物品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像这一次我也成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说 其实你在一个租屋的环境不可能自己花钱去订制很多家具 因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个地方 那个家具不见得适合 虽然现在有很多活动家具 那像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房东已经帮我做好衣柜了 可是那个衣柜打开没有抽屉 那我后来我也去买了一些便利的抽屉 然后就发现说原来这样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许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在我们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真的很耗心力 不但你要伤脑筋之外 你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还要在抚养幽童 或者是还要在工作的上班族 其实是非常的辛劳的 更何况其实这些收纳工具买起来 也是不少的开销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大家的爱心 我们希望呢小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困境 而影响他课业的学习跟生活 所以呢在今年呢 我们跟谢主任谈过之后呢 我们知道家福中心 今年要办这一次的 卵心服带物质 还有置物带给每一户的家庭 我觉得呢这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就马上呢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呢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呢 他的生活会比较舒适一点 也可以让孩子呢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有社呢 共同来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展现我们福人的精神呢 能够呢发动 就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弱势小孩呢 的家庭呢能够呢有一个 尽一点心力 那其实在LV台湾以及海外 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 以往我们有跟家福基金会合作 那今年我们因为疫情过后了 所以办了一个台湾员工自己内部的一个 公益路跑的活动 那我们也鼓励员工 据我所知好像截至今天为止 月末有115位的员工有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报名的捐款 那我们也借由这一次的 报名活动的捐款的款项呢 捐赠给到家福基金会 那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员工 尽心尽力的路跑之外呢 也可以把这个报名费 也帮员工们做一个爱心的 一个善款的一个服务 台北家福主任谢小文表示 家是社会最小的单位 却是最重要的 家影响着人的一生 而有一个舒适的家很重要 和各界善心人士 能够帮助弱势家庭改善环境 那这一次我们想要募集的福袋呢 其实一样是从家庭的需要开始出发 我们发现台北的家庭 他们都是租屋而住 而租屋的情况 其实都是比较空间狭小 可能空气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们其实在收纳上面 是有一些议题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够帮家庭募集收纳箱 因为这收纳箱对他们讲 是很重要的空间小 如果没有好好的收纳的工具的话 其实他们的那个空间 就不会是太舒适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过往都会用纸箱啊 或者是用垃圾袋或者是用纸袋 去收集他们的东西 我们觉得这样其实很容易潮湿受潮 所以我们觉得收纳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福袋的内容 那因为需要大家一起来募集 那一样我们今年的福袋一样是1500块一份 那里头就会含着收纳箱 还有民生物资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过年 就是新历年前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一样是在12月3号礼拜天 在国父纪念馆我们会有一个圆游会的形式 那有70块摊位 如果民众对于捐赠福袋有兴趣 欢迎一起来 如果民众对于捐赠就是募集那个摊位 也是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天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庭都会回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过一个快乐的下午 有了艺人企业民间团体共同支持 台北家夫号召亲朋好友 响应收集爱蝶幸福福袋目击活动 一起成为弱势家庭最坚强的后盾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台北市民政局举办台北市基欧宗教团体民俗委员会 及孝行楷模模范表扬大会 市长蒋万安颁发奖项 感谢这些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团体与个人 台北市丹安区民俗委员会 关怀济世精神 对社会公益弱势救助文化涵养方面贡献良多 获得台北市民政局颁发奖项表扬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宗教团体民俗委员会 个人获得奖项 非常高兴 今天由蒋万安市长 以及陈永德局长 亲自来颁发 感到最欣慰的就是说 我们大安区民俗会所有的委员 大家非常的热心出钱出力 在今天的这个场面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总共有71位民俗委员得奖 我们大安区就22位得奖 这表示我们大安区民俗委员 所有的委员都非常的热心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有例行性的比方说每年的春节 辉豪爱心监选 我们都跟区公所联合来举办 举办的包括这个奖学金 我们大家都出钱出力 颁发奖学金 给我们大安区一些比较用功读书的 包括高中大学研究所 我们都有办法奖学金 以及我们每年也固定三个乡镇 去全省各乡镇 办理这个把我们大安区的 复而好礼 热善好施 大爱精神 散播到全省各地 我们去年 昨天前天 我们才到了宜蘭的南澳乡 宜蘭的宜蘭市公所 宜蘭的原山乡 去把买了一些米 一些这个卫生纸 一些罐头 一些毯子 一些尿布 捐给当地的弱势族群 我们地方上热心公益的 各宗教团体以及秘书委员会 一直以来扮演安定社会 以及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 其实我想在上个星期 我特别到台湾省神皇庙 也参加了一年一度 中原普渡的祈福祭祷 也借这个机会希望 祈求台北市一切平安顺利 也希望能够尽快地协助 在这一次基台大值 发生事故的受灾民众 做好相关的安置 空虚的处理能够圆满 其实在来之前我也特别看了一下 在今天总共有四十一家基优宗教团体 有十一个我们民俗委员会获奖 同时有七十一位民俗委员 还有四位令人非常感动的孝亲楷模 今天都会接受表扬 其实从之前到一百一十一年 我们台北市各宫庙宗教团体的捐赠金额 累积总共有十亿八千万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代表的是我们各个宫庙宗教团体 所有的知识人员 还有信众大德 大家对于台北市的一份爱心 而这份爱心能够透过每一次 但是不管是捐赠救护车 消防车或者是富康巴士 或举办奖学金的颁证 这份爱心能够散播到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 能够让真正需要的民众 孩子得到这一份爱心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举 台北市的民族委员会 其实一直以来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包括每一年春节到第一线慰问 辛苦職勤的警销人员 还有奖学金能够对台北市许多家庭经济困难 学校即刻帮助的这些孩子 能够给予他在学校或是营养午餐上面 无后顾之忧 同时今天我们有四位孝心摆摩 值得注意的是孝心模范奖 彰显亲情的关怀与孝心 李金龙先生静心照料患有中风 失智且不良于心的母亲 于云瑞同学则是不用妈妈奖 自己主动陪伴外公外婆工作 且打理生活琐事 妈妈开玩笑说比自己还有孝心 主要是他自己自己蛮会想的 对都不用我怎么跟他讲 他自己他自己觉得说这样做是对的 他就会去做 我爸因为他在做资源回收嘛 所以他下课他他第一时间 就是会先帮忙做做那个资源回收 然后我妈妈他的脚不太方便嘛 然后只要有就是出去买个东西 他就是会主动去倉扶他这样子 我觉得他比我还优秀 因为他我觉得他比我还孝顺 对于同学为了要减轻爸爸妈妈工作上面的压力和负担 而且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外公外婆 他搬去和外公外婆住 照顾外公外婆的生活 所以这份孝心令人感动 为了向这些团体及个人表达感谢 市长蒋万安与民政局长陈永德也亲自颁奖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 让获奖人把心中的力量继续发扬光大 也感染社会氛围 值得大众学习起精神 记者问郡张启腾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积极推行行人友善政策 获得好评 不过就有市议员指出 依照交通部的统计 只有每10万人的行人死伤率 仍然高居全国第一 一块来关心 当中央的道安督导委员会已经点名基隆市的时候 请问基隆市我们有要做因应吗 还是我要放任行人在地下18层继续游荡 行人死伤率无法下降 因为有大部分的这些行人的严重死伤 是因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那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常常就以前就讲 这叫生命的罚单 又是放任行人在地下18层游荡 又是生命的罚单 市议员质询和市长达询 都是在谈如何再精进保障行人的安全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包括汽机车里让行人过马路 以及划设绿斑马线 保障行人安全 获得包括市议员在内的好评 对我们金融市政府 我们的友善行人的政策 打造我们温馨的行人过马路的政策 非常的好 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以及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这样子努力的协助之下 真的是我们现在过马路的行人的 出事的状况是越来越少了 不过也有议员指出 依照交通部的统计 每10万人行人死伤率 基隆市仍然高居全国第一 1到7月的排名本市 基隆市依然高居第一 全国平均每10万死伤人数 38.96人大概39人 但基隆市66接近67人 我们距离第二名的新竹市 还是差了大概十几人 这只是上半年度而已 所以我们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下降 市长你在你的施政总报告里面 前几天就讲说我们比去年 就是1到9月10号 比去年下降了36件 下降25% 但我要跟市长报告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 我们的行人 我们的身障者 我们的市障者 我们的孕妇长辈 活在地域18层的行人地域中 这个真的开心几秒钟就好了 有一件事情我网上查更惊讶 我当时在5月总直选的时候 市长承诺说行人死伤这件事情 会纳入道安汇报中进行检讨 我翻遍了今年的 从5月之后的所有道安汇报 完全没有提到 市长再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中央召开的交通部 道安督导委员会 在6月27号最新会议记录 交通部部长作为主席 还直接点名基隆市 我们在第一季是行人死亡 增加最多的其中一个县市 并且要求要进行检讨 市长谢国良回应表示 确实有大部分的行人死伤 是因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而现阶段是针对 没有离让行人的 违规汽机车驾驶人 为处罚对象 违规过马路的行人 自有生命的罚单来警惕 但是未来也会针对 违规违法的行人来做处罚 减少车祸意外 更进一步保障行人 我们的数据的确显现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死伤的人数 有降低 那第一季就有一两个特例 有A1 那那个就是个案 所以基本上他就有说 他的死亡案例是提升 但是提升是可能 从两例变成三例 或者变成四例 那的确有一些情况 包括说上一次在星恒兵门口 看到一个长者 他就在那边开车 七十几岁来开车 然后撞到的人还不停 一路把人家搞过去为止 那这个就是个案 就是说会有一些死伤 但是大体上 如果你觉得我们基隆市的死伤 仍然高 需要降低 用全国数据是这样没有做的 如果是这样 那更需要把这个行人友善把它做好 但是也要开始针对行人 因为有大部分的这些行人的严重死伤 是因为行人不遵守交用规则 那不遵守交用规则 我常常就以前就讲 这叫生命的罚单 所以他一开始不是我处罚 这个处罚的重点范围 因为我自己觉得 他们都已经得到了生命的罚单 但是未来 当我们守法的人得到了秩序的保障 那我们开始要针对违法的行人 违规的行人 为了保障他们的生命 我们要继续积极的来处理 来追踪来处罚 市议员陈冠宇也建议市政府 要精进保障行人等措施 就一定要针对全市十大行人 死伤入口做统计 这也是过去所没有做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警察局争取交通部的补助 在人一入籍人二入口 建制了科技执法设备 只要为里让行人的车辆 就会自动侦测开单 最高将处三千六百元的罚还 十一月一号正式启用 两名学生准备过马路 但两个人已经走在斑马线上 但机车一辆接着一辆 这辆机车即使穿越路口 距离行人不到一公尺 机车驾驶违规行驶 科技执法全都路 我这个从影像可以看得出来 机车前旋进入斑马线的时候 距离行人不到三公尺 大概一个车道困的部分 那如果距离不够的话 就是没有停让行人 艾山路段和仁二路口 因为临近庙口都按商圈 嫌穿越密集 加上车流量大 根据统计 仁一路和仁二路 在111年造势路口 分居第一位和第六位 总计发生48件交通事故 造成69人受伤 基隆市从今年的1月20号开始 执行行人友善政策 那统计执行到目前 总共取缔大概有5000件的 车不停让行人的违规 那因为这个耗费的人力相当的大 因此我们目前 择我们基隆市区 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仁一艾山路口 以及仁二艾山路口 我们向交通部 来申请补助经费 设施车不停让行人的科技指法 科技指法采取违规录影方式 自动侦测开阀 不仅能减少远景站在路口 执行的危险性 举发方式也不受到气候影响 因为之前采人工难停的部分 可能跟驾驶人有一些争议性 会存在 那现在透过科技指法部分 采用这个摄影机 来做全面性的修正 所以说我们初步 如果说这个电脑修正完之后 我们会有审核人员 初步做一个审核 那如果违规明确 我们才会做举发 那如果民众对于举发 如果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将这个现场财政的 相关的影像 来提供给民众 做一个副市房 提醒驾驶人 行经科技指法路段 见到行人过马路 务必慢看停 避免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记者 黄少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